慢 我们只是想检查检查画 老爷子 请您配合 我的藏画从不是人 何玉 送客 不过 我很欣赏你 你看看这幅画 或许是你在找的东西 这画 对这幅天机旋徒 你有何评价 老爷子说笑了 这可不是天机旋徒 何以见得 天机旋徒流传了起码两百年 这只和墨迹泰心 根本不可能是两百年前的话 最重要的是 这还有老爷子您的亲笔签名 不好 居然忘了这茬儿 真是老糊涂了 开个玩笑 这幅虽不是真计 却和真的天机旋徒别无二致 是十五年前 我凭借自己的记忆临摹出来的 十五年前 这么说 您见过天机旋徒 不只见过 就连我的双腿也是当年为了争夺天机旋徒而断的 天机旋徒根本就是凶煞的预兆 每个妄图得到它的人都将面临血光之灾 十五年前 天机旋徒现世 引起的纷争让无数人丧命 最近听说天机旋徒流入洋场 我有预感 这次它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不过 我已经勒令皇甫家所有子弟 不准争夺天机旋徒 主臣 希望你也别再调查此事 毕竟那幅画太邪了 邪 这不就是一幅普通的话吗 好像并无特殊 难道是残缺的这部分有古怪 原画的一角就是残缺的 我也说不好 只是看着那幅画 就好像会被勾起人心中最深的恶语 恶语 总之皇甫家不会参与这事 你若还是对天机旋徒感兴趣 就将这幅灵魔图带走吧 那就多谢老爷子了 倘若天机旋徒真像老爷子说得那么邪门 就该彻底将它找出 才不会再有人因它而丧命 云姐姐见多识广 这件事或许可以去问问它 这么悲伤的曲调 云姐姐 你有心事啊 哦 晨晨 啊 不算新事 只不过在想一些事情罢了 找我有什么事 今天拿到个好玩意儿 刻意来给姐姐看看 什么东西 这么神秘 啊 天机旋徒的灵魔图 灵魔的还挺像 晨晨 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幅图是我从皇甫家老爷子手中拿到的 云姐姐 你一眼就认出来 莫非也见过真的天机旋徒 曾经见过 十五年前 曾有天机派的人拿着天机旋徒挑战你三师父 结果败走 这图也不知所踪 当时你因顽皮被罚在后山砍柴 所以不知道这事儿 彼氏啊 十五年前 刚好和皇甫老爷子提到上一次天机旋徒出现的时间一致 所以天机旋徒和那什么天机派有关 云姐姐 这天机派是什么赖头 为什么我以前从没听说过 天机派属于其门一支强势的派系 鼎盛时期甚至能与九玄门争锋 只是早已没落 五者阶大部分人都忘了他们的存在 晨晨 你若对天机旋徒感兴趣 记得小心天机派 毕竟他们与九玄门有仇 而且师父们近期恐怕不能给你撑腰了 其实我这次来就是代表你的几位师父跟你道个别 道别 我们要离开一阵子去处理一些事情 一个月后九玄门封山 云姐姐 你们去哪儿 什么时候回来 突然封山是不是出大乱子了 别问那么多 去准备两天后的比试 晴奇说话可是你三师父亲自教的 要是败了 看他怎么收拾你 哦 九玄门居然要封山 看来这次师父们要处理的事不简单 既然云姐姐不愿说 就一定有她的道理 几位师父联手 天下再无敌手 云姐姐 我提前祝你一帆风顺 晨晨 别怪姐姐不能对你如实相告 这次出发前往无名岛 我们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以防万一 九玄门必须留下继承人 大师兄 现在怎么办 到现在也没追查到天际玄途的消息 可怎么向师父交代呀 就算我们天际派的秘法 能在十米内感应到天际玄途 阳城这么大 鬼知道图在哪儿 都怪你 当初非要杀了那华商一家泄愤 不然 还能逼问点什么 又不是我一个人杀的 都别吵了 吵架能活命吗 过几天 师父就到阳城了 必须在他老人家抵达之前 找到天际玄途 后天有一场隆重的书画比拼 到时我们混入人群 说不定能从内行里 查到天际玄途的线索 一定要找到天际玄途 否则大家都得死 我的天 白罗两家还真要和楚晨比琴琴说话 男权楚晨的跨界表演 声势有点猛了 这么大阵场 楚师父会来吗 来了 楚晨来了 哦 哗 好多人啊 姐夫你看 大家都是相信你的才华来支持你的 没想到我在阳城的人气都这么高了 华夏武神 上啊 用拳头把他们全都打服 看来大家更相信我的拳头啊 嗯 姐夫你看 今天的裁判都到齐了 还挺正式啊 皇府老爷自我认识 其他几位是什么来头 不知道 这些文艺圈的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狐狸勇胡师父可是职业齐王 多次包揽世界级奖项 堪称当今华夏奇界第一人 张石教授是全国书法协会副会长 书法界的扛把子 那位忠秀卿大师我有印象 他成名多年 被誉为华夏古征第一人 白罗两家能请到他们做裁判 你的对手肯定很强 楚晨 加油 放心吧 老婆 你和爸妈待会儿 就看着我怎么碾压全场吧 各位 首先让我们鼓掌欢迎 男权之师 楚晨楚师傅的到来 我还以为楚师傅不敢应战 废话少说啊 怎么比 楚晨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待会儿 我要看着你灰溜溜的滚下台 本次比试 一共琴棋书画四成 公平期间 由楚师傅自己抽签 来决定比试顺序 那我就抽这个吧 楚晨抽到的第一场比试 是齐 齐 太可惜了 简直出师不利啊 千千啊 有什么好可惜的 要是弹弹琴 做作画 楚晨不就能狠狠打脸了吗 下棋那么闷 几个人看得懂啊 是吗 可我总有种预感 楚晨这人 反而会大方异彩 哼 这场比试 楚晨的对手可都是 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一上来就对上其中 最富市民的天南齐王 算他运气不 楚师傅的对手 虽然不是职业骑手 但击败过无数世界级骑手 在天南又超高赞誉 让我们有请 天南齐王 逃居 和谁比啊 快点 结束了我还要研究这份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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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莫飞 今儿跟我斗棋的 啊 即是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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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大师 您不必手下留情 直接杀开个片脚不留 不用比了 我认输 哎 这是什么情况 两人才刚刚打了个照面 啊 天南齐王 竟然不战而降 好大师是在开玩笑吧 啊 啊 这么多观众看着 大家都很期待您的出手 啊 不不不不 没有鄙视的必要 毕竟 我十年前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这句我认输 冒犯了大师兄 嗯 什么 啊 楚城竟然是 天南齐王的 大师兄 乖 师弟 没想到第一场的对手 竟然是三师傅的得意弟子 这还真是巧了 哇塞 天南齐王陶居 居然是姐夫的师弟 姐夫威武霸气 天南齐王向楚城认输 开什么玩笑 楚城 你能不能比 不能比滚下台 炒作吧 帮我们当猴耍呢 大家请安静 没想到天南齐王 没想到天南齐王 和楚城竟然有这么一种关系 楚城还真是走了狗士运啊 秦化两场比试的对手 都是我白罗两家的人 楚城必不可能赢 这一场比试 接下来的三场比试 绝对不会再出状况 究竟楚师傅水平如何 很快就能揭晓 下面 有请楚师傅抽签 等等 比一场就要一个小时 太慢了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 不如一次比两场吧 一起比 楚城 你的口气也太大了 你怎么不说三场一起 我怕今天我横扫全场 你们说太惨了 会当场哭出来 反正剩两场就能直接赢得比试 不如少比一场 省下时间回家陪老婆 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 但这个楚城未免过于猖狂了 是啊 两场一起怎么比 他还能一手画画写字 一手奏乐不成 真那样倒比普通比试更有趣了 既然楚小有这么说了 赶紧就看看他们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这 既然皇甫前辈都这样说 那好吧 评委们答应一次比两场了 也没必要抽签了 下一场谁想参与比试 直接上台吧 既然这样 我们两个就来会会楚师傅 好 出场的两位选手 第一位 是罗家的金牌画师 罗克大师 他的八郡图享誉全球 据说请罗大师做画的人 都排到了两年后 是当之无愧的国手宗师 一 客叔 替我报仇 给楚城这小子的颜色瞧瞧 第二位选手 则是白家琴航的首席琴师 白骑胜 说 看你的了 包在我身上 楚城 说吧 你想先和谁比 都说了让你们一起来 一个小时 差不多就能把你们都解决了 狂妄小辈 那会丢了面子 别怪老夫没有手下留情 哼 观众朋友们注意 罗大师已经开始做画了 看罗大师准备的纸张篇幅 莫非他要做八郡图出战 罗大师的八郡图威震化剑 今天我们有眼福了 可楚城怎么一点都不慌 好像完全没有要做画的意思 难道说 他并不打算直接迎战罗大师 就先解决你吧 我画画的时候不喜欢旁边有噪音 哼 好大的口气 我不信就凭你 能胜得过我的将军琴 将军琴 啊 这可是白家琴航的镇殿之宝 白棋圣大师手中的绝世神兵 没想到白棋圣会用他来迎战楚城 不知道楚城又能拿出什么神兵 将军琴 好名字 那我这只干脆就叫神女笛吧 楚城这么自信 这笛子难道是什么绝世珍宝 我就说辰哥怎么突然在路上买把笛子 十元一见 随便挑随便选 老板 给我来一把 神女笛 怎么看都是一兵普通竹笛啊 绝世神兵队破烂竹笛 老爷 楚城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以逐敌迎战将军琴 哼 楚城如此轻挑 简直就是对将军琴的侮辱 要我说 用不着白棋圣出手 白家那个小辈白木都能吊打楚城了 中秀卿这人最心秦记不问世事 还不知道白木早就败给了楚城 比赛还没开始呢 何必这么早断言 说不定楚城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既然前辈这么说 那我就等着看他的表现了 楚城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天哪 书间燃进来了 将军琴 奏战歌 这也就是白家首席秦深的实力 一个字 群 这人确实比白木更有实力 不过 想用这水瓶的琴衣碾压我 开玩笑 快看 楚城吹笛子了 可惜声音太小 完全听不到啊 刚打照面就落了下风 楚城不过如此啊 不带对劲啊 喂 白七圣的战区怎么越来越软眠无力 不想征战沙场的将军 反而像温套之的中年男人 喂 总之白七圣的战区少了杀气 反而多了道迷迷之音 哎 等等 是楚城 是楚城的笛声 影响了将军琴的战歌 怎么回事 提不起今日 想回家睡觉 白七圣的琴好像一般般 听得我都困了 啊 这是一柄普通竹笛 就压制住了将军琴 这是何等功力 楚城真乃傲视奇才 刚刚你还说 白木都能吊打楚城呢 打脸了吧 打脸我也要说 一万个白木加一起也比不上楚城 那 难道就连我说也行不了楚城 不行 楚城一赢 白家丢的不仅仅是赢面 还有各家错的一员大枪 说 你快弹 不能让楚城赢了 不 别过来 跑 糟了 琴 琴怎么炸了 还有 说 说 你的手 这是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斗琴斗的就是气势 你冲进了瞎脚和什么 现在好了 将军琴毁了 这可是整个白家 都要供制的绝世神兵 还我的琴 说 说 你冷静 这回白家可丢大脸了 将军琴毁成这样 我要是白琴胜我也破大防量 这场比斗的结果都不用评委宣布了 楚城 楚城 好样的 楚城就是当之无愧的赢家 楚城厉害啊 各位八郡徒 以十仪器中所记载的八郡神运为标准 军马要行神俱备 栩栩如生 各位 八郡徒成 这就是罗克的八郡徒 我仍敌厉魂厚 价值千斤 听说楚城会双仙入神 但罗克大师的功力在这儿 楚城八成会输啊 在八郡徒的压迫之下 我倒要看看 他的双仙入神 能够发挥出几成水准 和是不画完了吧 对 那就好 不然我担心我一出手 你都不敢把这幅画亮出 难道你还能拿出比我这幅更好的画 笑话 一介五夫 你凭什么赢我 凭拳头 是 怎么回事 楚城这是比不过罗克大师 恼羞承诺了 该不会真大打出手吧 不对 你们看清楚 楚城是在作画 什么 双仙入神 不止 楚城还融入了华夏功夫 剑身法保持宣旨在空中飞扬 同时笔尖作画 功夫作画配合双仙入神 简直就是神迹啊 功夫作画 还能这样画 画成了 天哪 楚城刚刚是在画画 是搞了个武术表演吧 太让人惊艳了 说实话 就算他画得一般 我也想投他赢了 我也是 剑夫太棒了 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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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啊 楚城 楚城 哼 无耻的炫技罢了 评委们可都是 玩意领域内的巅峰宗师 绝不会被影响 楚城也就骗骗台下的无知观众 我倒要看看 你能画出什么玩意儿 请便喽 这 这怎么可能 天哪 楚城也太大胆了吧 怎么了 楚城画得不好 哦 是他画得太好了 楚城也画了八郡 而且比罗克画得更行神兼备 这场比试 胜负一分 我 我输了 什么情况 罗大师居然主动认输 楚城这么强 不再征服评委 还征服对手 楚城 牛啊 天哪 楚城的话被投评出来了 看得人真热血沸腾呢 楚城才是真大师 牛啊 楚城 好样的 楚城 怎么会这样 这一战 白白让楚城出了风头 还搭设了一元奖赏 和我们白家的将军琴 可说的八郡图 可是话谈神话 罗家的金字招牌 这一败 罗家损失 根本不可估量 待会我们回家可能就死定了 楚小勇 你可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既然你已经连胜三场 就没必要比这第四场了 我也正有此意 马上该您上场了 不比了 不比了 我可不想上台丢人啊 其实我挺想看看你的字 只可惜白家招来的书法大师 推不靠谱 居然临阵跑路了 没事 等回头我写一幅字 给你送去 好好好 哎呀 表演太精彩了 楚大师 你简直就是青年一代文艺界的希望 过奖过奖 大师兄 楚城倒真是九玄门弟子 错不了 天南齐王陶居 是九玄门在世俗中的弟子 楚城既然是陶居的师兄 在九玄门的地位应该不敌 本想找找天机玄途的线索 没想到反而有了这么个意外收获 这么妖孽的九玄门传人 一定要尽快铲除 否则我天机派永无出头之日 姐夫 赢了姐夫 小秋 这么激动 哇 上亿的奖品啊 发财喽 你小子 仲裁亲姐夫啊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跳出来个视频 这就是华夏十大古话之一 天机玄途 天机玄途 小秋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这玩意儿突然自动播放 我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找它 但我只想用它换一个人的命 谁杀了楚城 天机玄途就是谁的 可作剧 不 不对 小秋 立刻把这视频备份保存 好的 姐夫 视频都已经下架了 楚小友 事情有点无妙 你看台下 台下怎么了 ,不好 楚城的命这么值钱 能换到天机玄途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楚城是能打 但大家一起上 说不定能赢 这群人瘋魔了吧 还真想动手啊 财帛动人心 打起来我倒没什么 只是现场还有很多无辜群众 混战起来 难免会波及它 楚小友 这里我们拦着 你们从后面离开吧 至于比赛的奖赏 事后我会派人送到宋家 嗯 那就麻烦老爷子了 小秋 快走 快追 别让楚城逃了 困住他们 小秋 通知家里人 立刻撤离现场为宋家 我们两个跟外城一圈再回去 好 拍视频的人居然是冲我来的 还拿着天机玄途 看来得尽快调查一下视频的来源 组长 那七条线都派查过了 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怎么会这样 调者前辈又发来消息了 啊 前辈说什么 他让我们去查一个平台 一个大概在三分钟前被秒山的小视频里 提到了天机玄途 这条线索来得太及时了 那个平台的总部正好在阳城 我们立刻出发 是 这条线索来得太多了 啊 绕了一天 总算甩开了所有尾巴 姐夫 那些人也太疯狂了 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暗中折服的那些人 更棘手 还有更厉害的 怎么回事 从哪儿冒出这么大个石墩子 车都卡死了 姐夫 我下去 先别开门 这块石头凭空出现 可不会是巧合 什么 这么快就有人追上来了 恐怕 是这样 小秋 走好 隔空操武术 哼 果然是天机派找来了 我去看看 至少 疑惊狂 看来 呀 真 delight 天机派 我管你们是什么派 只要带来楚臣的人头 我立刻交话 只要拿到天机玄徒 我们就立了大功 师父一定会奖赏我们 哪还会追究我们擅自行动的事 只是没想到 楚臣这么难杀 小叔妹 你看 什么 什么情况 小秋 快跑 剑锋 就是天机派 真是天助罗言 只要能拖延他们陶遗的时间 哪怕只要短短几秒 也足够让楚臣粉身碎骨 哼 请神秘术 多变成寸 哎呀 哎呀 我的天 要不是姐夫您反应神速 今晚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 嗯 想跑 小秋 你守着现场 通知特战局的人来 好 剑锋你小心 师兄担担我 师妹 快点 请人白跑一趟 没办法 没想到楚臣奇术这么强 我们可管不定 恐怕得请大师兄出手 啊 啊 楚臣 哼 哼 两位这么着急要去哪里 你们不就是冲着我来的吗 如此是人命如草剑 星城那桩灭门案 也是你们的手笔吧 既然你知道 那就不能再留你了 我倒要看看 是你九旋门厉害 还是我们天机派更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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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如果我没能及时出手 小秋恐怕难逃一死 云姐姐也曾说过 九旋门和天机派之间 有不少恩怨 既然如此 今晚我就代表九旋门 先拿一血 你怎么可能 我居然一招就败给他了 九旋门的人 竟然抢到这种地步了吗 看来只能使出杀手锏了 华山 什么 哈哈哈哈 你中招了 这灵符看似轻飘飘的一张 实际上重达千斤 楚臣一定会被压制 哼 就这 怎么可能 还给你 小师妹 你到底想要什么 告诉我 用天机玄图买我命的 是什么人 我 不清楚 不说 看来你们还没吃够苦头 饶命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不然早就去抢了 怎么可能还来招惹你 这倒不像假话 主臣 陶姐 你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查点东西 刚好接到宋秋的电话 这两人就是宋秋说的神秘杀手 对 而且他们极有可能 就是京城灭门案的凶手 会点其数 押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别被他们逃走了 什么 相信特战局内 应该不缺能人意识 把他们交给你 我就放心了 我这就打电话给局里请求支援 初臣你还真是 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惊喜 放开我 初臣 齐门之间的争斗 你叫警察来是什么意思啊 九旋门动不起嘛 我们九旋门跟你们天机派 那群法盲可不一样 我们是公平的使者 正义的化身 对付你们 当然得用最直接了当的手段 不止 人 还有什么话 留着跟警察慢慢说吧 先是犯下面门重案 今晚又操纵大火车自杀式攻击 够你们俩 在老李顿一辈子了 那辆货车与我天机派 没有任何关系 你别乱口黑锅 不是你们做的 这么说 除了天机派 还有玉博势力要杀我 押上车 把他们看好了 没想到 那个天机旋途的视频 刚发布才没多久 就发生了这么恶劣性质的西沙事件 事不相瞒 我刚刚正在调查那份视频的发布人 陶姐 你查到什么了吗 我找到视频发布的平台 查到那账号的注册信息 以及发布视频时所在的IP地址 只可惜 那是个监管不严的小网吧 网吧 人来人往的 线索就这么中断了 不过我猜 幕后的人肯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楚辰 你的处境比我想象中央危险得多 要不要申请我们特战局的贴身保护 我就不用了 陶姐如果方便 可以在宋家周围部署一些警力 确保我家人的安全 至于我嘛 嗨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不过话说回来 幕后黑手仅凭一个视频 就煽动了那么多人来刺杀我 视频里的天机旋徒 却连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或许有一个人 能帮我分辨分辨 天机旋徒 换一个人的命 杀了楚辰 是真的天机旋徒 残缺的那一脚 和我印象中一模一样 姐夫 这消息万一传出去 肯定会有更多人扑上来 对你下杀手的 你觉得会是什么人 想用古花来买你的命 蛤 盲猜没意思 这人买得起我的命 也要看 有没有人卖得起 哈哈哈哈 年轻人就是胆子大 不过我喜欢 正好你来了 有件事 我想当面征求你的意见 老爷子您说 我曾提醒过你 远离天机旋徒 想不到他却和你扯上了关系 太多人为了这幅画不择手段 想找出幕后黑手也不容易 所以我想了个办法 那就是和阳城众协会 联名推举你为华夏文化传承使者 让你身上的光环成为你的护身符 所以不能让你完全避开危险 至少能让部分人不敢对你轻举妄动 老爷子 文化大使 这名套太适合我姐夫了 昨天才出的视频 今天老爷子就帮我弄来这么一个称号 这份手笔实在太大了 这个称号可不是随随便便授予的 到时候有官方正式授予称号 徽章 你可愿意接受 这是我的荣幸 好好好 我敢说 你是全国最适合担当这个称号的人 没有质疑 三到五天内 官方应该就会安排授予称号徽章的仪式了 老爷子为了帮我 真是用心良苦 我又怎么能不投套暴力呢 老爷子 我能看看您的双腿吗 一双残废了的老腿 没什么好看的 这些年来 我寻遍世界名医 都没办法治好 让我看看怎么样 我曾跟师傅学过一些针灸之术 对于这类的腿伤有特别的功效 老爷子您别不信 我姐夫的云师傅可厉害了 他能妙手回春 起死回生 我姐夫得了他的针传 区区腿伤一针下去 肯定能让你变得生龙火虎 难为小辈有这份心 好吧 你帮我看看 果然不出我所料 老爷子 您的腿没事 站不起来是中了天机派的奇门手段 奇门 没错 之前听说 老爷子的双腿是在十五年前 争夺天机玄途时被飞 我就有所猜测 现在一看果然如此 小秋 你去给我准备一些东西 越快越好 不出意外的话 一个小时后 老爷子就能丢掉这凡人的轮椅了 好嘞 十五年前留下的伤 多少年来无数名医都束手无策 畜臣 你真的能一小时就解决 我会拿我老头子寻开心的吧 是不是在开玩笑 您待会儿不就知道了 爸 我听说楚师傅要给您治腿 怎么样了 这 我是谁 我在哪儿 老爸怎么只穿着大裤衩 楚城为什么在化服 逆子 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滚进来 好好好 你是鬼迷心晓答应了 就由这楚臣这孩子闹吧 老爷子 差不多了 我们这就开始吧 怎么了吧 我的双腿 好像有反应了 有反应就好 刚刚检查时发现 老爷子的腿骨并没有受伤 而是中了天机派等 灵人复古术 灵人复古术 通俗的讲 就是小鬼咬古术 一旦老爷子想站起来 小鬼就会啃咬您的骨头 您自然疼痛男人 以为自己的双腿肺了 小鬼 姐夫 那鬼 鬼 会不会已经出来了 只是打个比方 不是真鬼 归根结底还是天机派的奇术 老爷子都没怕 怕什么 我紧张吗 总之不是真鬼就好 现在只需彻底去除奇术 您就能脱胎换骨 摆除病痛 好好好 楚臣 你继续吧 最后一 金针 祝命 收 楚师傅 怎么不继续施针了 已经好了 可以扶老爷子 试试站起来了 什么 这么快 爸 走走试试 我 老爷子怎么不走 小秋 一个原本剑步如飞的舞者 足足被困在轮椅上十五年 这份苦楚 旁人又怎么能感同身受呢 哦 多给老爷子一些缓冲的时间吧 十五年的痛都长受过来了 就算失败 再长受一次痛楚 那又如何 爸 小夕 我 这 我 我站起来了 腿一点都不疼 这不是梦吧 爸 你真的能 哎呀 可 老头子我真的站起来了 太爽了 哇塞 老爷子这可太猛了 姐夫 你的医术真神了 这多亏了你 初晨 我老头子欠了你一个大大的人情 老爷子言重了 智商这事 就当是我还您之前帮我的人情吧 好好好 何玉 你去准备准备 我要在阳城最好的酒楼 宴请初晨 统计以后 他就是我皇府家的大贵人 我这就去办 哪 你 找到了吗 各顺都找遍了 完全找不到小师妹和师弟的踪迹 也联系不上他们 不过我打听到 昨晚有人去暗杀楚晨 结果失败了 师兄 会不会是小师妹他们 赵尘 又是楚尘 天际玄图没找到 还弄丢了师弟师妹 这下彻底没办法 向师父交代了 除非 我能在师父抵达前 拿到天际玄图 师妹他们不用找了 立刻搜集 关于楚尘的一切资料 三天之内 必须拿下楚尘 是 嗨 楚尘 你们怎么来了 当然是 来救你的了 我们听说前天晚上 你被追杀了 特地来探望你的 这件事新闻都没报道出来 你们居然能知道 看来现在全城的目光 都落在我身上了 这是自然 毕竟那个视频 把你的命和天际玄图 绑在了一起 俗话说 肥水不流外人铁 不如 就有柳家 收下你的命 你是想让我假死 引出拿着天际玄图的人 你怎么一下就猜出来了 我还想看看 你惊呆的样子呢 没意思 不好玩 不然你们动手前 何必特地跑来 跟我这个被害人说 果然瞒不过你 楚尘 现在所有人都盯着你 除非找到天际玄图 否则你随时都有可能遭遇袭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柳家合作钓个鱼 钓鱼啊 那这一集 你不再去 我还在这一集 送到这个 冻掉吧 可是你会这样子